大家好,今天這條影片呢,就想跟大家說一下什麼叫 言之為早,常之為早 言之為早其實意思不止是說有些太早太早說 其實應該說是還有一個意思的 例如是叫做,即是太急,解釋得 這個也是其中一種意思,其實有很多種解釋 言之為早這句意思,言之上早這句都是有很多種解釋 舉例子,其實詞語這件事真的可以跟大家說 其實常早這句意思呢,還可以表示 你做的時候呢,你就 你做的時候呢,你就沒有啊,色機無神 不趁最最後才說啊,要這麼快說啊,就是這句意思 那至於其實,第二種的意思也都說你 你,真是覺得你,也不是說他,就是覺得你不應該這麼早說 真的,而不是說你那麼早說,也都意思說你,也都意思說你 所以,不應該這麼早解釋 那至於,其實 肉旁相爭,也有很多種解釋 你也可以解釋你的 例如,你是兵,他是恐怖分子 有高利一級 這樣就可以變成一個解釋 所以,都是說,你做小兵,他做大賊 那你就想掃他 你想跟他PK 這個意思都是說,小兵捉大賊 對呀,對呀 還有 就是說,其實 有些詞語,其實我想做個總結 有些詞語,其實 是有多重解釋的 有很多種不同的 其實他也有很多種不同的 演繹在這裡 對呀,所以 所以其實 這些 其實這些詞語,語句 其實 真的 不是大家所想的一種意思 那 有可能我講這句 又 又 可能有些人已經知道了 但是 我也想 做個重新的 知識給大家 就是可以 呃 呃 說明大家都沒有 看這些 呃 就是你們大家沒有看這些東西 你們沒有 呃 沒有 懂這些東西那麼久 那麼就 又再 想回來 就是 就做個 就當是再 當是重新學回個 知識在這裡咯 是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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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 就當是一個 就 就當是一個 重新的 練習咯 是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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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說到這裡先 那 今次這條片就是 說 關於 這些 這些 語句 這些 的 還有一個 那個聖語的 還有很多種 其他的意思咯 的解釋咯 是咯 那就 就 說到這裡先 是咯 是咯 那 是咯 是咯